医药新闻要为您报道 我们知道肝癌是台湾男性 癌症死因的第一位 而为了避免一些肝硬化的病人 未来可能会变成肝癌 健保局将从下个月开始 把治疗肝硬化的口服抗病毒药物 也纳入健保给付 肝病向来是国病 目前国内有300万名逼肝代元者 其中有4000人肝硬化 平均每年肝癌死亡人数就有5000人 要降低肝癌人数 中央健保局现在决定 从7月1号开始 要把肝硬化治疗药物 纳入健保给付 肝硬化的病人 因为他的肝指数 很多都在正常范围 没办法使用这个药 那我们肝硬化的病人 他的血清的病毒量 如果达到2000IU的话 也可以使用这个药 临床发现 只要让肝硬化患者 长期服用抗病毒药物 就能避免恶化变成肝癌 在健保给付条件放宽后 预计每年将有1500多位 肝硬化患者受惠 而每名患者一年可省下 新台币5万元的药费 但如果不幸演变成肝癌 除了手术化疗外 最担心的就是术后复发 或癌细胞移转 不过目前国内临床已经发现 抑制癌细胞再生的方法 微造细胞周围有一种叫 细胞间质酵素的分泌也会增加 分泌增加以后 会把围着细胞的细胞间质 溶解掉 分解掉以后 它就比较容易涂出去 一届目前还得对肝癌危险分子 做进一步研究 未来将发展成标靶药物治疗 希望让肝癌患者在手术后 也能透过药物控制 减少复发和转移 记者赖说明